嗨 大家早安 我是日獎 今天是我們公司的健康檢查 在日本有規定說如果你進公司的話 一年一定要接受一次健康檢查 會是公司幫你去醫院報名 公司會給我們像這樣子的報名單 然後幫我們預約好時間還有醫院 那我們就到時候去檢查就好了 每一年其實做這個健康檢查都還蠻興奮的 在預健康檢查之前呢 有一些需要自己填資料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公司給我的這個袋子裡面 裝了什麼樣的東西 首先呢這一張就是健康檢查的通知單 然後背面就是寫說你健康檢查要注意什麼事情 就是例如說前一天晚上九點之後不要吃東西之類的 裡面還有一個這種尿液檢查 我還沒有用 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我再自己去用 這個袋子裡面有這種 小給你裝尿的杯子 然後用這個洗管把它吸進去 在外面再寫上說你的公司的名字 還有你的名字 然後你的性別再把它貼在上面 這樣子交給他們就可以了 我這次健康檢查是只有醃尿液 可是文當的公司就是好像連 就是大好豆一起檢查 他們公司算是做得很徹底很徹底的那一種吧 那其他書類資料的部分就是有這些過敏的 過敏源 然後還有一張指示檢查的項目的類別 就是你有需要檢查什麼東西要記得什麼 那我是尿液檢查 他就有說請在檢查當天的早上起床 馬上採取了 那我完蛋了 我已經不會起床第一個 應該沒什麼差啦 那背面就是說有一些你需要帶的東西啊 他會跟你講 就例如說要帶這個問診票 然後各個檢查的同意書 還有這種檢查的小道具 還有這個案內紙 然後還有健康保險證 其他的還有像這一種是健康問診票 那這個呢 是在去健康檢查之前就要先把它填好的 子宮檢癌的問診票啊 還有乳癌的問診票 這個是給醫生填就好了 怎麼去診所的地圖 這個就還蠻方便的 因為我在日本常常要是沒有Google啊 那些就很容易迷路 因為日本的網路是有限速的 不像台灣吃到飽 所以我現在在限速中 我就一定需要地圖 不然我會找不到地方 好我現在人已經在吃板了 我的公司這支健康檢查幫我報的是 一個叫做 英十字Clinic的醫院 這個醫院有很多很多分院 那因為我的公司是距離赤板分院比較近 所以我這次就是要在 赤板的英十字Clinic健康檢查 赤板其實不常來 然後剛才在車站裡面 就有看到TBS TBS電視台在赤板 就還蠻新鮮的 可以來很多沒有來過的地方 其實醫院發給我們的地圖 真的是蠻好認的 就車站一出來 就一直往直走 一直往直走 我就會到了 到醫院啦 那這一家就是我今天要健康檢查的診所 好那這個影片呢 是我健康檢查完之後 事後 再回台灣的家裡現在拍的 那因為現在家裡沒有打光燈的關係 那我就是手拿著相機 晚上在我們家客廳樓下的燈這樣拍 這樣子臉上才有光 那就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健康檢查的流程 那這個健康檢查我本來以為 他是檢查得很細的 可是其實還好 就是我們基本上做的一些健康檢查 到醫院之後呢 會先把醫院給我們的那些單子啊 就是我剛才影片開頭有講到的那些尿液的檢測什麼的 先交給櫃檯 然後櫃檯呢就會請我們先去更衣室換衣服 更衣室有分成男生跟女生 我記得我去的那個時段好像都是女生比較多 然後去更衣室的時候啊 一進去他會旁邊有個拖鞋 讓我們先把鞋子換掉 裡面就有很多個像是我們看到那種社團的置物櫃 然後上面都有插著鑰匙跟沒有插著鑰匙的 那有插著鑰匙的就是可以使用的 那他裡面的空間其實沒有很大 就差不多我們放衣服啊跟放包包 就大概都滿了 放完衣服之後他就會請我們到大廳那邊 坐著等待他叫我們的名字 讓我們進去檢查 那檢查的東西呢就是最普通的身高跟體重 視力跟聽力 還有血壓的檢測 還有抽血 抽血的時候我記得他們那個綁手的那個袋子很可愛 就很方便啊 直接這樣拉著的 就不用自己一直用手在那邊 壓著那個棉花球就比較不方便 那那個綁袋式的東西呢 他就跟我們說大概放個五分鐘 然後你覺得可以了之後就自己拿下來 那他們在大廳旁邊會有個回收箱 可以把它丟在那邊 然後還有腰圍什麼的 那這次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他還有檢測子宮頸癌 因為我本來沒有想要會有子宮頸癌 所以就有點嚇到 因為子宮頸癌他的檢測是比較侵入性質的 所以我就有點被嚇到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公司 歷年會進行的健康檢查 有幫我們檢測子宮頸癌這個項目 我是覺得還蠻難得的啦 然後除此之外呢 就也有照X光什麼什麼的 等到每個東西都測完之後呢 問診室他就會依照我們一開始提交的那個問診表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詢問我們 然後再把一些當下結果馬上就出來的東西 跟我們做講解 那我記得有講到我的 這邊的X光 醫生就有說 我有點脊椎側彎的問題什麼的 然後叫我要注意一點 我的站姿啊跟坐姿 然後醫生還會拿那個聽診器啊 就是聽我的前面的後世後面的聲音什麼的 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健康檢查分享 因為我做過日本這種健康檢查 大概有三次還是兩次吧 就包含之前學校的 那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學校就是跟我們台灣的差不多啦 就是他可能排隊要排得很長啦 我在日本今年是上班第二年 所以又做第二次檢查嘛 這兩年我都是在不同的公司 那也是在不同的醫院做檢查的 這兩間醫院都有的共同點是 他們流程非常的迅速 就是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我待會兒給大家看一下 中間那邊是大廳 然後圍著他就有很多小房間 那每個小房間裡面都是要檢測的東西 那裡的護士都會依照現場的排隊人數 還有現在空的房間一個一個叫 就不是一定是要順著這個流程去走的 哪個空房就叫哪個 可是他們就安排得很順暢 就完全不會擁擠 而且其實我是比預約 檢查時間還要早到半個小時 但是他們都可以把我應對得很好 所以這一點是覺得還蠻感動的 然後他們的醫院非常非常非常乾淨 那全部都檢查完之後呢 醫院會請我們填一個問卷 就可以給他們意見了 還是對於今天的檢查有什麼感想之類的 寫完之後呢就放在大廳有一個籃子 回收問卷那邊放自己的問卷 結果我看到超多人都沒填了 就只有我很認真人在那邊填 那等到全部的檢查結果出來 可能還要幾個禮拜吧 就是可能出來之後 我再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就是我在日本做健康檢查的紀錄 啊真的很抱歉 就是沒有辦法拍裡面 因為裡面是沒辦法攝影的 好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是我在日本進行公司歷年的健康檢查的紀錄 好還有這樣子啊 再見 掰掰 欸妹 我覺得我健康檢查講得好無聊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講得好玩一點 健康檢查就是很無聊啊